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亚马逊的Alexa语音助手 过去几年,为数以百万计的Echo智慧音箱和其他家庭电子装置提供支持,但亚马逊一直在努力扩大该软体试用性, 使其超越检查天气和播放音乐等相对基本的任务。 由生成是人工智慧驱动的ChatGPT等功能更强大的对话工具的兴起,凸显了亚马逊软体的缺点。 该公司的团队正在竞相为Alexa注入更多此类功能。 不过,根据近期发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亚马逊公司正在裁剪负语音助手Alexa的部门的数百名员工。 亚马逊副总裁Daniel Roche领导Alexa和公司Fire TV流媒体特许经营团队。 他表示,该公司正在改变他们的一些努力,以更好地符合他们的业务优先事项,包括专注于构建由生成是人工智慧AI驱动的能力。 这些转变导致他们停止的一些举措,从而导致数百个职位被裁剪。 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即将被解雇的员工已经收到通知。 印度的员工随后也得知被裁,其他国家的裁员可能会遵循其他时间表,以便与员工团体或其他因素进行协商。 随着生成是AI需求大爆发,全球DRAM大厂不愿而同,看好高频宽记忆体HBM与DDR5明年的出货增长动能。 这两项产品是现阶段行业中少数维持在损评点以上的产品线。 产业界人士分析,由于生成是AI浪潮兴起,HBM称为GPU晶片以外,半导体晶片的当红炸子机, 尤其是HBM后段的3D堆叠架构,限制了供给成长速度,供不应求的压力,正逐渐浮上台面。 此外,PC产业正酝酿将AI硬体带入PC设计,市场预期。 2024年将有各种AIPC装置推出市场,如单纯边缘端或混合云端边缘的AI装置等。 尽管供应链尚未对AIPC做出完整定义,不过,零组件的规格升级将是必然趋势。 由于AIPC带动数据处理量大幅提升,高速传输晶片是必须同步升级, 例如Thunderbolt 3升级至Thunderbolt 4或5,USB 3升级至USB 4,而传输接口也需由PCIe 3.0升级至PCIe 4.0或5.0。 因此,DRAM规格由DDR4升级至DDR5将是必要的选择。 业者指出,由于HBM、DDR5为所有产品中利润最佳组合,因此,各大存储晶片业者明年皆将资本的支出重心, 放在E-Alpha或E-Beta制程投片量的提升及3D封装设备。 试调机构预估,全球所有DRAM制程产出颗粒数比例中,E-Alpha或E-Beta制程比重到2024年第四季将达47.6%,预料到2025年将于50%。 在生成时,AI需求驱动下,全球HBM产值估计将从2022年11亿美元增长至2027年的5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6.3%。 AI相关晶片正在蓬勃发展,这归功于谷歌、亚马逊、AWS和微软等通讯服务提供商的技术实力, 以及他们与辉达、AMD和英特尔等晶片制造商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消息人士称,无论是上一波以苹果、华为为首的智慧型手机自研晶片浪潮, 还是下一代AI自研晶片,台积电都是相关供应链的受益者。 据台湾电子时报,业内人士11月下旬透露,台积电已收到主要云服务提供商CSP的人工智慧AI晶片订单, 其中包括微软的5奈米晶片订单。 消息人士称,无论是上一波智慧型手机自研晶片浪潮, 还是下一代AI自研晶片,台积电都是相关供应链的受益者。 微软的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4年初同时采用ARM CPU和专用AI加速器, 这两种处理器都是基于台积电5奈米生产工艺制造。 微软日前推出了两款定制晶片, 一款是AI加速器晶片MIYA100, 旨在为AI工作负载运行基于云的训练和推理, 另一种是基于ARM架构的云原生晶片COBOG-100, 用于通用工作负载。 据业内人士透露, 微软的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4年初同时采用ARM CPU和专用AI加速器, 尤其这两种处理器都是基于台积电5奈米生产工艺制造, 表现值得期待。 消息人士称, 微软自研的AI处理器与谷歌和AWS的类似, 都以ASIC为主, 因为AI GPU的技术门槛太高, 而挥达仍是这些CSP的主要GPU供应商。 消息人士称, 台积电也是挥达和BMD在BI GPU方面的重要代工合作伙伴, 并且正在提高CoreOS封装产能,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另据可靠爆料人Coplet 7PMI消息, 挥达下一代RTX50系列显示卡所采用的GB200系列, GPU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工艺。 挥达当前的RTX40显示卡采用TSMC4N工艺, 没有说明具体是级纳米工艺, 有报道乘势定制的5纳米工艺。 挥达官方表示, 在TSMC4N定制工艺技术价值下, RTX40系列GPU实现了高达2倍的效能功耗比飞跃。 除了新工艺外, 消息称RTX50系列显示卡将采用GDDR7显示记忆体, 最高支援384bit为圆宽, 接口包括HDMI和DP2.1, 支援通过PCIe 5.0连接, 供电采用改进版12V2x6的16Pin接口, 发表时间可能是2024年底或2025年。 总体来看, OpenAI训练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ChatGPT大火后, 多家公司加入了生成式人工智慧及大型语言模型的赛道, 纷纷加大投入, 对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也大幅增加, 挥达H100等供不应求, 也出现了人工智慧晶片研发热潮, 除了挥达AMD等晶片厂商, 微软、亚马逊、Meta等厂商, 也在针对人工智慧和云端运算研发晶片。 无论是挥达、AMD等无晶圆厂商, AI晶片需求增加, 还是微软、亚马逊等厂商研发晶片, 对晶片代工商都是利好, 尤其是制程工艺走在前列, 有庞大产能支撑, 两品率可观的台积电, 伴随着新近客户微软的5奈米晶片订单。 在已有苹果等多家厂商晶片代工订单的情况下, 获得云服务厂商的人工智慧晶片订单, 台积电先进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 预计也就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进而推升他们的营收。 从台积电发表的阅读营收来看, 他们在10月份的营收超过了75亿美元, 时隔7个月再次同比增长, 同比环比均有明显增加, 也创下了新高。 在更多晶片订单的推动下, 他们有望凭借最后3个月的出色表现, 扭转营收连续多个月同比下滑的不利局面, 实现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